山东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孙敬良 于1月11日23时06分在家中逝世 享年100岁 孙敬良早年历经枪林待遇 曾经数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1月13日 记者在山东省锦宁市寒庄镇小房头村看到 天空中飘着小雪 把个村头硬有沉痛哀悼的临时排放和白色花圈 在阴暗的环境下显得格外醒目 小房头村就是孙敬良老人走完一身的地方 在老人的灵堂前 无论是前来吊咽的人 还是小房头村的村民们 都注视着摆在灵堂前的一张照片 照片中的孙敬良老人显得十分安详 相比之下 现场所有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愁容 以及分不清 挂在脸上的是泪水还是血水 孙敬良的儿媳妇张建平告诉记者 老人走的时候很安详 并未留下任何话语 他去世了整个过程只有十分钟 最多时候就特别特别安详 就像睡着了一样 儿媳张建平照顾孙敬良已有十余年 近几年由于身体原因 老人卧床难下 无法清晰地表达 我而嘴巴里会喊出 枪火 炮弹之类的字眼 由于张建平常年照顾孙敬良的缘故 听了很多关于老人年轻时的故事 包括当年为何远离家乡 奔赴南京的经历 南京保卫战爆发了 他当时就说不能感染党王国诺 所以还有他的同学来商量好 也没给家里的人说 就自己偷偷地跑走了 为了自己抱过来这一箱子 从火车上看到土北方 他自己说不知道这一去 还能不能回来 就是抱着必死 1937年12月 日军兵分三路攻占南京 因对战双方力量悬殊 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 中国守军损失惨重 孙敬良儿子孙中青告诉记者 父亲当时出道南京城时 仅有17岁 身材相对矮小 还达不到真兵要求 索性投身到救护伤病员的工作中 1937年12月中旬 南京沦陷 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孙中青说 父亲给自己讲述过很多次 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和日军的凶残 当时的日军看到中国人救杀 不分男女老幼 这个南京城里尸体遍地 血流成河 孙敬良既是山东目前 唯一能找到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也是抗战老兵 1938年 18岁的孙敬良报考了黄埔军校 由于成绩优异表现突出 1941年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孙敬良 最后担任了15军65师炮兵营营长 并参加了洛阳保卫战 战争结束后 作为那时村里的文化人 他在村里当上了会计 时至今日 村里的人都对他非常尊重 谈起他去世 觉得非常惋惜 他是很慈善的一个老人 所以就是说呢 对他的去世 很惋惜 包括很多的水民 现在都是 自己都是 来参加他的葬礼 也都调研了 很惋惜 他平时他的文化处置好 给年龄大的 年轻的都能拿得来 所以说对他的去世 都很惋惜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这一个月的案子 他们在家里面 之后 他们在家里面 他们在家里面 跟着我 讂战争结束